女保姆拿起女主人的贴身衣物 她很不解为什么中间会有个洞 她又独自来到了主人的卧室 抚摸着柔软的床单 细品着残留的味道 那一刻简直幸福的要生天 家里没人使 她还会将脚放在餐桌上 甚至一丝不挂的在客厅看电视 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男主人突然回家 看到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因为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留着一束欢迎回家的鲜花 就是这样一个诡异的保姆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朱里原本是一名家庭主妇 她不想以社会脱节 希望早日回到职场 两人同时看上了前来面试的苏拉 苏拉不但勤快能干 还非常会照顾孩子 在朱里第一天回家后 发现家里被打扫得焕然一新 她对苏拉也是万分的满意 保姆的出现 也让她和杰克有了更多的时间 享受二人世界 但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保姆没那么简单 晚餐中 大女儿米亚没有将酸奶喝完 苏拉把酸奶倒在手上 并命令米亚舔干净 小女孩非常害怕 只能乖乖的吃进嘴里 苏拉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 不到六点就来上班 这也把朱里吓了一跳 一天 两个孩子在家玩耍 米亚发现很久都没有见过苏拉 便开始四处寻找 无论孩子怎么呼喊 甚至哭闹 她居然躲在床下 默默的看着一切 陪孩子玩的方法也是很恐怖 她会像丧尸一般吼叫 米亚也经常被吓得躲在角落 老师把朱里叫到学校 说米亚最近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甚至差点打伤一位同学的眼睛 夫妻俩带着苏拉前来度假 两人安夜的晒着日光浴 米亚却一直缠着苏拉去玩水 这一幕也把朱里吓懵了 两人质问苏拉为什么要这样 她解释 因为小时候差点被淹死 所以对大海有着极度的恐惧 杰克居然拉着苏拉的手走进了大海 仅靠一己之力 帮她彻底戒掉了恐惧 这个拥抱应该也很正常吧 这个女保姆突然内急 她命令小女孩拿出儿童马桶 米亚本以为她在开玩笑 没想到苏拉直接站了起来 释放的一刻 她露出了惬意的笑容 这一幕把米亚吓懵了 最后还不忘抖一抖 并命令女孩把马桶倒掉 米亚满脸恶心 但又不能不做 丹尼尔却被她的举动吓哭 苏拉抱起孩子 直接在胳膊上咬了一口 为了防止女主人发现 她甚至命令米亚 在自己的胳膊上也咬一口 果然东窗事发 朱里之问她 丹尼尔为什么会有咬痕 苏拉却说都是米亚咬的 但朱里并不相信 女儿保证不是她做的 眼看糊弄不过去 她只好露出了自己被米亚咬的伤痕 这一招也让朱里彻底相信 并对苏拉非常内疚 而今天她又开始教米亚化妆 杰克回来后 看见女儿如此打扮 她瞬间暴怒 刚要去质问苏拉 却被她恶心的妆容吓得呆弱目击 丈夫觉得苏拉有很大的问题 便让米亚的奶奶暂时看管孩子 并解释只是母亲的单纯思念 你也可以好好放假休息一下 一家人便搬去了郊外的母亲家 而苏拉却趁着家里没人 来到了主人家里 先是把脚放在了餐桌上 而且还一丝不挂地躺在客厅 家里也是被弄得乱七八糟 但她没有想到 杰克会提前回家 眼前的一幕让杰克懵了 家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甚至还留下了温馨的鲜花卡片 两人对她又开始了慢慢的信任 但杰克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原来苏拉一直在非法拒睡 在这个国家 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耻的 杰克尤其不能接受 苏拉却解释 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去世 自己无力承担如此开支 同为女人的朱莉 却非常理解 家庭的变故 使朱莉患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她今天又无意见发现了一封信 原来是杰克已经给米亚申请了寄宿学校 这件事 貌似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将一副烤焦的击骨放在餐桌上 这也是对朱莉的一种威胁 朱莉也彻底崩溃了 感觉生活无望的苏拉拿出了刀子 米亚也被吓得躲进了床底 朱莉回家后 看见在客厅自杀的苏拉 她马上冲进了米亚的卧室 但一切 猫死已经无法挽回 零美亚的卧室